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什么道理 感应都是以自信而起 自信便于切除 便于切实 我们今天将时间与空间 在自信里面不分 时空是一片 最有感必有应 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上 所谓切一发而动全身 这一根头发微不足道 如果我们动弹它的时候 这一身都觉得不舒服 你动着一根头发 这是干的 一身不舒服那就是硬的 由此可知 我们齐心动力 言语躁着 不要以为这是小事 这个无所谓的 再微弱的念头 都能够整动 虚空发迹 我们都不晓得迷失了 就像我们身上 这一根汗毛一样 我们把这个汗毛巾 低起来 全身都能感觉到 这是大家知道 这是我们的身体 但是你没有了解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 是自己的清净发生 是一体 正因为它是一体 所以感应就不可思认 有感不应 随感随意